后面呢 但是我要有个间距 所以这边的话 我再加上它的间距乘上250 将来呢 它i的值会增加的话 那它的间距之间就250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把它按F8 OK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值 看一下这个值 i乘上 那应该是 加上 这个2 500 那更正一下 应该是 加过来应该是 跟这样 应该这个距离的话 应该是200而已 200的话呢 它才会刚刚好在这一点 所以刚刚 它移动的位置 其实是200 这边到这边是200 比如说这个比较容易 那这边的话呢 如果往下 后面的话 就会因为i的值增加 而往这个方向 它们之间的间距就250 OK 那再来的话 我希望呢 再往上 那往上的话呢 这个距离是多少 这个距离啊 就是300 所以呢 我把这个值呢 把它减掉300 那我们来看一下 往上移动300 OK 它就到300的位置 那下一个图表也是一样 所以回圈回去 下一个图表取得资料 增加 对不对 然后这个位置大小 也调整到60 70 接下来的话呢 我的位置 特别注意哦 700要减掉多少呢 这个i的值 现在是3 那3 750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值呢 本来哈 这边到这边是多少 这边到这边是200 对不对 那我现在变成是 应该是多少 750加上 那就是50 所以应该 本来应该往这个方向的 现在往这个方向多少 50 那它应该就会放在这个位置 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这边往下一行 让它执行 有没有 就刚好这位 其实这个比较不容易理解 因为要算那个距离 OK 然后再往下 再跳上去 就刚好在这里 那一样的方式 再下一个 所以利用这个方法的话呢 可以让它自动产生 我们要的图表 并且放在我们希望放的位置上面去 缩小 然后放在 变成要移过来的 对不对 因为在存语 然后再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 nest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跑完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不是 这个位置 是不是 这个位置可能要再调一下 调一下 OK 这个结果 那就是画面上 各位看到 就刚好三个 刚好三个 然后它刚好排一列 OK 不过呢 现在只有 三个学生的图表 那如果说今天 我希望呢 把100个学生的图表 通通放在什么 放在这个工作表里面 那你就必须要做计算 除了横向的距离之外 纵向的距离呢 也要做调整 这个就变得比较复杂一些些 咱们